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干嘛 看不出来吗 我搬进来住了 什么人呢你是 这是我家 这叫四闯明镜 你懂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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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家 可同时也是我的房子 房东愿意那么便宜的价格租给你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把这房子买了 对啊 我给的价格让原来买房子的张先生笑到嘴都合不拢啊 莫初夏 跟我来 过来 你看 谁啊 记者 你把记者也带来了 梦初向你的神经还真是粗啊 这些记者早就在你家外面 蹲守好久了 我虽然不是什么明星 但是作为审视集团的总裁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所以我的生活里 一直有传媒记者的影子 再加上婚礼的高调曝光 你早就已经跟我绑在了一起 今天就已经有记者 拿着你在街上的照片来问我了 所以我才要求和你住在一起 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 媒体就会说我们感情不合分居 刚结婚的夫妇就分居 会引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步 你不会不知道吧 而这种影响会是连锁的 先是沈氏遭人诟病 然后商机经济利益 最后员工们也要受害 沈总 你现在的口气 好像是我特别不懂事似的 你别忘了 要不是你搞出这么多乱子来 那些记者没事会跑过来拍我吗 初夏 我明白你现在所有的无奈和愤怒 曾经我有一个挚爱的人 被我的母亲无情的一手赶出了我的生命 这些年来 尽管我的事业一帆风顺 但当初的那种无法掌控命运的无力感 总会不时地攻击我 折磨我 这次跟你结婚 与其说 是要跟我妈妈斗气 倒不如说是 我非常自私地 想要补偿当年的遗憾 初夏你听着 咱们争吵过 争执过 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 可是你不能否认我确实曾经帮过你 所以这一回也请你帮帮我好不好 请你看赛 我是如此真诚的分身 可是结婚是多大的事啊 我帮你也不能帮到这种地步吧 其实不用很久的 我只请求你让这段婚姻真的存在过 哪怕只有一阵子也行 这一阵子是多长时间 起码要等我们彻底淡出媒体的视线 等我的母亲她承认我 已经过上了自己的人生 怎么跟梦想说呀 梦想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 这位叔叔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不过你放心 就只是一种合租的关系 你们都已经决定了 我还能说什么 要不是为了瑶瑶的手术啊 不过这个房客是要交房租的 好 好 孟想 这件事吧 它有点复杂 这位沈 沈兄叔 其实就是我们的房东 就说了 上次你灵影发烧 他送你回来 你就在床上 迷迷糊糊的 说什么房子的事 过两天咱们就不用搬了 不然是我觉得古怪了 哦 小子 你可比你妈妈聪明多了 那当然了 这个家呀 还是有聪明人的 所以请你那以后 不要西风作浪了 别误了啊 你们家到底谁是家长啊 关你什么事儿 喊什么喊你 孟想已经试驾了 你们家那是热水器吗 脱毛器吧 简直都要烫死我了 等一会儿就凉了呀 不过你要快一点洗 因为水呢 很快会变得特别的凉 然后再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电热 你最好能够抓住这 最凉跟最热之间的空档 喂 杰伯斯是我 现在给我买一个 新的电热水器 我家叫这个条件 爱住不住 喂 既然没有橙汁 我连睡前不可以婚 想别 asymmНАЯ 睡不着觉的 喂 杰伯斯是我 橙汁也不让买 可以买 自己去 麻烦你买完 就不用再回来了 经常会 ordered 干嘛去 我去睡觉总行了吧 梦想马上就要中考了 你不能跟他一起睡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也好 虽然你的床小了一点 但是咱们两个贴紧一些 应该没问题 对吧 你带了那么多行李 没有带至这里的药吗 要么睡沙发 要么睡厨房 自己选 好 我走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全球限量版的空气净化器 我睡觉的时候 空气一定要清新 便宜你了 能跟我一起享受 怎么了 我们这座小庙 真装不下您这这么大福 托您的福 把眼丝断了 我都忘了 以前我派人保护你的时候呢 他们跟我提起过 说你家线路不好 还好 意思说你找人跟踪我的事是吧 不提了 孟静夏 从今天起咱们可真过上同居生活了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 你再这样我真反悔了 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 孟初夏 我愿意像答应若男的那样 给你和孟想 你们母子俩最好的照顾 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了什么人的话 我也会二话不说公手退出 并且负责解释所有的真相 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 我只希望你 能够尽快履行你的诺言 让叶雕塑给瑶瑶做手术 还有 就算我们俩住在一起 也希望你能够以为 走开 好 喂 感谢观看